在这支video里面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是那个Filler Filler这个是罗赛塔号的那个探测车 它曾经把就是就是 卫星表面的就是状况呢做 岩石还有土壤还有其他像是大气层的分析的部分 并且它在20152016年间呢 曾经成功的传回大概至少六个月的资料 但是后来呢它突然消失不见了 所以后来现在就是欧洲的太空总数好像有公布一个照片 而且这个照片是他们已经找到的状况 可是那个找到的状况呢 如果说你在杂志上有看到它的分析的话就会发现 这个探测车呢当它那个就是跌倒在 就是在岩石堆中的时候 虽然你可以放得非常非常大 在大规模的状况下可以用肉眼去分析到 可是实际上呢如果 如果数量比较庞大的话 如果说你同时要来做追踪的话 也许呢我们可以从他们这个就是倒掉 并且迷失在岩石群中的状况下 然后使用滤镜来做更简单的帮忙 因为它可能可以把背景的颜色做一些更好的调整 比如说exclusivore 从exclusivore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在探测车的顶座上这四角形 基本上是可以出现在 就是探测车的顶座上都可以显示的很好 而且它的顶座跟底座的这个黑色的部分 它连接的很明显 接下来是convolve的这个滤镜 这个滤镜也是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java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滤镜 就是imagej里面所提到的 就是convolve convolve里面它可以把 几乎背景的这些岩石的颜色在旁边 几乎都已经滤掉了 然后变得非常非常黑 如果是variance的话 我们就可以发现 variance的滤镜甚至可以把就是尖锐的锐角 还有就是在基座的部分的那些就是看起来比较圆形的角呢 都可以显示的比较明显 所以如果如果同时呢要使用遥控的方式呢 然后来寻找或者并且追踪呢 在远端天际上的探测车的话呢 而且并且有可能超过一个 并且还要考虑到就是周遭的背景颜色跟 探测车的颜色可能会因为呃望远镜的关系 或者其他呃其他呃观测方式的关系 很容易被就是呃背景的颜色混淆的话 则我们提供的这些滤镜呢 呃可以帮助各位在呃大规模的呃就是寻找 并且呃这套上有一些帮助所以呢 呃如果你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在就是呃youtube的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video 在这个video底下 然后继续呃就是关注我们的channel 还有呢你也可以呃 跑到我们的网站上 在那个我们底下的背注里面有我们的网站 然后呃 并且呃谢谢你收看这些video 拜拜